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骑士圈也不例外 今日假面骑士凯悟里 瞿文借斗的扮演者林小李 被曝出在店内偷窃价值9000日元的化妆品 折合人民币450元 后被所属事物所索解约 事情发生在去年10月 大概经过是林小李在店内偷窃化妆品后逃跑 被追上后试图求情 付1万日元私了 店房没有答应就直接报了警 后来发现林小李在过去就有过偷窃历史 似乎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偷窃 而本身就有偷窃屁 于是事物所立即允计解约 话说凯悟剧组的他房演员真不少 最初的战级灵马扮演者青木玄德 被曝出醉酒违线女性后销声匿迹 之后葛叶红台扮演者左野月 又去参拜了晋国神策 人设一落千丈 要说共同点 这三人在剧中都是柠檬能量定所种子的主要使用者 这难道是什么柠檬的诅咒不成 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惋惜 不过演员归演员 骑士归骑士 假面骑士里那些人设崩塌的演员中 最令兜兜感到惋惜和不解的是 假面骑士Black里南光太郎的扮演者苍田铁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南光太郎是一半骑士迷的童年男神 至少都都是如此 就是这样一位男神 却打受了令人费解的操作 2021年4月3日 这一天是假面骑士50周年纪念日 这本来是一个骑士迷普天同庆的日子 东映在这一天公开了未来的三个企划 风都侦探动画画 暗野秀明编导的新假面骑士 假面骑士Black的重制 无论哪一个都令人兴奋不已 然而苍田却在直播间里爆料说 自己不喜欢假面骑士 不应该是确保 在讲황地软的内容 不应该是评论 不疑 的 不应该是一平打致的 你们在哪里 但刚刚才是大家的 总是因为 当然不止如此 苍田在说不合十一的话前 就有通过假秘池IP的不正当敛财行为 苍田铁熊是一个版权关键十分薄弱的人 他曾经在没有得到东映授权的情况下 私自贩卖印有BLACK标志的T恤口罩 委托他的好友手办原型是三只妾 做出BLACK的等身大模型 并放在自己牛排店内揽客 据三只车说 当时苍田是以收藏的名义 委托他制作的模型 并且在完成后只付了运输费 之后苍田又想让三只车 制作BLACKX的模型 放在弟弟的店里招揽生意 三只车以版权问题为由 拒绝了苍田 于是俩人断结了关系 关于在他牛排店里的模型 苍田在4月3日直播间的说法是 是他的好友三只车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 首先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本身就具有相关版权意识的三只车 不可能傻到自掘坟墓 有粉丝赠送和委托制作 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果东映想要追究到底 那倒霉的只有三只车 这也是为什么苍田只支付了运输费 苍田在这十年来会定期组织巴士旅行 并且会制作海报宣传 海报以假面骑士BLACK为主题 很明显海报上并没有东映授权 抛开版权物谈 这本来算是你求我愿的事情 却有粉丝爆出 因身体原因或其他事故而不能参加的 都会被苍田拉黑 当然拉黑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苍田的账号也不一定是他本人运营 不过假面骑士BLACK这个外号 倒是已经成梗了 苍田曾经是为了粉丝戒烟 而自己名光太郎 如果说他对BLACK没有一点感情 那兜兜肯定是不信的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记忆中的童年英雄 与现实越来越远 好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表达自己的看法 关注兜兜 带你了解更多简面骑士小知识 そうですね やっぱり宝物で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